杨幂同丽娅赵丽颖都离婚了,为什么他们这么敢? 众所周知,杨幂和刘凯威离婚了,同丽娅和陈思诚离婚了,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了,为什么他们这么敢呢? 最重要的原因,当然是经济独立。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 自己能够独立自主,就有尊严,就有选择的权利。 在遭遇自己不爽的事情的时候,才能有自信有底气地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人说白白。 想想,如果你的吃喝拉撒完全要依靠另一个人去给予,自己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,想想有多可怕。 如果对方是一个好人,知道你生儿育女的辛苦,知道自觉主动责任的意义,那就最好不过了,恭喜你遇到了良人。 可是,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好运气的。 多少人有苦难言,要看对方的颜色形势,稍不顺从,就以此威胁。 记得我们上一辈的很多女性,就算遭遇家暴,遭遇很多乱七八糟的矛盾,也不敢反抗,不敢轻易走出围城。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时代女性读书的机会微乎其微,没有工作,大都是在农村种庄稼,这样的条件如何有信心去活出自我。 不仅仅委屈求全,还要拼命生儿子去保住自己的婚姻。 想想去年上海杭州那些恐怖的案子,真是毛骨悚然啊,相信每个人都不想和那样的伴侣捆绑一生吧。 可是如今,听说还有很多这样的委屈求全,那就不是很明白了。 如今有一百种好好活下去的办法,完全没必要再去恶心自己。 人不是一成不变的,特别是变幻莫测的人性。 现在的好不代表未来永远会好,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。 不管你是嫁人还是没嫁人,记得吃喝玩乐的同时,一定要记得修炼一个自己喜欢又擅长的技能。 这样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,你才能接得住。 你才能像女明星们一样,有想走就走的魄力。 不要只当吃瓜群众,要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。 他们就算结婚了,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。 平常的你我,更不能放弃提升自己的机会了。 就算你结婚了,有时间也可以选择一门兴趣爱好来进修自己。 记得一个网友结婚后就是全职主妇,但是他把自己每天做的美食,精心拍下来发在自己的号上, 如今都出书了,很多商家找上门来做广告。 你看,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同时,也没有荒废自己的事业。 还有一枚女同学,上班之余每天早早起来写作, 如今已经进入了自己城市的作家协会了, 人家也是在家全职带孩子。 看吧,不认输的人,生活永远打不倒他们。 他们知道时时刻刻去上进,让自己不被这个社会抛弃。 曾经对杨蜜彤丽娅赵丽颖无感,反而他们离婚后,我更加钦佩他们了。 因为他们代表新时代的女性,活出真实的自我。 我们也要对自己诚实,如果发现自己的婚姻烂了,宝贝们,记得一定要出城啊。 城外风光也不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